你要放手 你要放手 疑似白狼刺子現身 同處檔手持甩棍動粗 被誤者滿頭鮮血 派遣的人質疑報案後40分鐘 警車一台都沒有 現場後方的高架橋 這已經不是台大校園 而是新駭路 博學員指控5點02分 打第一通電話之後 共打了52通警察都沒到 市警局其實也是要 為什麼報案了40分鐘 警察才到現場 從校園內吵到校園外 這裡就是同派打人的地方 但照理說這邊是北市的精華區 照理3分鐘之內就有警察趕到 但警察卻遲了40分鐘才到現場 而是警局承認舒適 但真的很奇怪 究竟警局車程不到3分鐘 警方突然現身 難道背後有原因 昨天晚上就抓人了 後續我們就依法去處理 兩岸交流是希望說 可以增加善意 不希望說交流 去產生更多的衝突 雙人才4天 這位硬賽給柯文哲的 新任局長就報重大疏失 陳家昌難道可以讓 同都話題延燒失控 已經連續辦了3年 那據我所知 去年至少就辦了8場 那今年是已經 台大是第二場 已經辦過3年的演唱會 為了到台大就變調 柯文哲化妝有畫翻之一 沒把關軟性統戰這說法 自己人要有信心 我也不認 我們台北市政 也不可能說去配合對方什麼 用一個醫學來說明 抵抗力強 就不怕外面的細菌 控制強調白師傅 只是習慣單位 應該是單純的演唱會 惹上兩岸交流 四個字就變調 是誰可以在背後發動挑釁 又是誰讓警方處理慢半拍 國異的政治操作痕跡 復兆斑斑 這陪綜合報導